1月2号上午 台湾军方一架UH-60M黑鹰直升机 在新北市与宜兰县交界主山区失事 机上13人中有5人生还 8人罹难 罹难者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 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当天召开临时记者会进行说明 据介绍 沈一鸣一行当天搭乘黑鹰直升机 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赴宜兰慰问官兵 据悉 八位罹难者中除了沈一鸣是上将军衔 还包括两名少将等军人 五位获救生还者包括两名中将 一名少将等 那目前这个机组员呢 正驾驶是叶剑宜 副驾驶是刘正复 机工长是市官长许鸣斌 还有我们的总长沈总长 还有他的参谋黄胜航 总市都长韩正弘 以及秦次市的助次鸣红军 坐骑市的处长刘孝棠 后市市市长中将黄又鸣 冲置市市长曹敬平 副局长 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 以及坐骑市的中校参谋周星宜 还有军文社的新闻官陈一卒 这总共13元 沈一鸣今年62岁 2019年7月接任参谋总长一职 据悉 此次失事的黑鹰直升机于2018年7月交击 飞行时数376小时 近三个月没有重大故障记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